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我们用勺子插进去划开 像这个果肉和果皮我们将它分离 这个方法特别简单 而且是不伤果肉 上下划开之后就可以把一块整皮剥下来 而且果肉也是完整的 另外这个柚子皮别扔 一会还用得到 这样我们吃柚子是不是方便多了呢 柚子的水分很大 保存它最好也是用柚子皮 吃不了的时候再放回这颗完整的皮里 不仅味道清香呢 还不会流失水分 非常使用剥柚子皮的小妙招 你也快试试吧 看完视频期的分享和转发出去 也可以关注我 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